看一下,所以首先的话上个礼拜重点教学论坛里面我放在这边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是第四次上课,所以一二三 那上个礼拜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讲到有关像 就是把直角三角形变成等要三角那个星号部分 有一些规则吧,反正呢,这个规则主要就是用那个字串重复 字串,文字其实可以后面加乘号 乘上一个数字的话,就是它重复几次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用那个星号画出那个所谓的等要三角形的话 那该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把负回圈改成坏回圈 那实际上主要就比较什么,比较负回圈跟那个坏回圈之间的差异 OK,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以后呢 你们在那个使用那个回圈的,回圈就重复嘛 那重复的时候呢,你该选择哪一个回圈呢,其实还蛮重要 如果你选错的话,相对的你会发现那个程式变得比较起来 因为就是你感觉程式变多了 比如说我们如果比较适合负回圈把它改成坏回圈 也可以改三个地方嘛,有没有,初始值,条件 然后呢,有没有,step就是那个,你要那个加异的部分 那你要自己写,那你会发现坏回圈可以改 但问题是怎么样,如果你把负回圈改坏回圈,变成是比较冗长 那另外当然你坏回圈改负回圈一样的道理,两边 所以你要使用正确的回圈,可能还是要稍微多了解一下下 OK,那当然啦,理论上,负回圈用到的机会,应该会比坏回圈来的高啦 OK,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次数的限制,一般都负回圈 但如果你有次数限制,大部分用负回圈 那上个礼拜我们就是讲了有一些练习题,包含就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我们做了一个那个什么,猜数字游戏,有没有 然后另外也有改成VBA的版本了 那所以啊,我是建议以后的,如果你那个Python的版本写出来了 最好可以啊,试试看啊 如果你之前有写过那个VBA的同学,尽量试试看啊 有没有办法,把同样的逻辑,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范本 然后呢,你就是尽量的话改改看 那如果两边你都可以改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两边其实都相通的 也就是你不管将来你用Python来写或用VBA来写啊 其实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是建议啦,你可以两边最好两边都相通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啊,VBA跟Python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并不是互相取代的 就是不是说你学一个,你就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而是说呢,你可能要试情况啊 比如说可能这个东西比较适用VBA 比如说本身资料就在Excel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用VBA来做,我觉得会比较恰当一些 但如果不是的话,或者说你资料量非常大 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还是酷啊 可能就VBA里面没有,那你用Python可能比较恰当的话 那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的交替使用 那其他还有像Mines CAI OK,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猜拳小游戏 那另外的话Mines CAI呢,我有把它改写成VBA OK,这个是之前我没改过啦 我是因为上礼拜剩一点时间,我就把它改出来 那其实都有一些固定的逻辑 所以以后,假如说你可以把Python程式快速的转成VBA的话 其实也算是一个专业哦 OK,或者说那个什么呢? 语言跟语言之间的转换 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哦 OK,而且很多人他只专一个哦 OK,如果你叫他改另外一个,他就做不出来了 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啦 像我,我是觉得无所谓 反正你今天要哪一个环境,我就哪一个环境写 没有问题 像有一些金融业,他们很麻烦 他们要装一些软体,是受到限制的 要上千层的 但是电脑里面一定会有Excel 也就是一定会有VBA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 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学Python 但是在公司电脑上面就没办法用 那怎么办?不然你就先用VBA 那如果你自己电脑上面,你这样排整好吧 OK 好,大概这样 那上个礼拜的影片一样在这个连结 你就把它回去稍微看一下,那有问题 大家也可以就把它提出来 大概就这样,总共10段影片 OK 好,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云端白板 里面的这个第五个单元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这个第五个单元 打开之后的话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串列 那英文名称叫Lister Lister其实中文翻译的一般叫串列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翻译成清单 Lister不就清单吗? 那你翻译成串列反而更奇怪 所以,但不过因为大家都叫串列 然后就随意大家这样搅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翻译成清单 Lister不就清单吗? 清单实际上就类似像Excel Excel打开它就是一堆的清单 这不就一堆清单 这不就一清单吗? 意思就是说 Excel的好处就是 我已经把清单都给你了 也就是它预先在记忆体面 开了很多空间给你放 那个别比如说A清单 B,C,D,U 类似像已经开很多的清单给 但是Python里面没有 Python是说 如果你要产生清单的时候 那你再去产生一个清单的变数 那如果你要放资料的话 你必须用一个方法叫Append 你就把资料放上去 举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今天要撰写一个什么 算成绩的 比如说假设有学生成绩 那一般我们以Excel是这样 比如说打成第一个成绩98 第二个成绩95 92 OK,类似像这样 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如果我今天希望算这几个人的成绩的总分的话 那其实我们有没有 在这上面可以用什么 用上函数嘛 打个勾 有没有 就有分数了 那如果要算它的平均的话呢 那这边有一个什么Average平均嘛 那你可以选这几个 OK,然后把它打个勾 有没有 就平均出来 那哪个最高分呢 一样嘛 你最大值 有没有 这个范围里面最大值 这边出来 最小 最低分的话是谁 一样嘛 所以你会发现哦 Excel就这样就通过把它做出来 可是如果做一样的事情 在Python里面做的话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哦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在Python里面没有Excel 所以怎么办呢 同样的事情 所以待会我们如果要用 那个Python来做的话 那你可能就必须利用这个东西 这个资料形态叫List 那List的主要作用就是说 有点像什么 那个Excel里面这样的概念 只是说List是看不到的 但是Excel是直接让你看到 所以Excel其实大家喜欢的 因为真的是蛮直觉的 OK 然后但是呢 缺点就是Excel 你如果每次都要 就是可能就是要手动 那大家如果程式的话 你做完以后就一次就完成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今天 要输入一些成绩 像刚刚一样 比如98分 95分 96分 假设我输入四个人成绩之后 最后输入-1 然后呢 -1之后的话 他就离开回圈 并且把上面这四个人的成绩 放到一个地方 不过特别注意哦 像我们Excel是直接可以把这四个人的成绩 放在A栏底下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呢 你就变成你要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List里面 然后呢 放的方式第一步一定要什么 开一个空的一个所谓的串列 那空的串列的话呢 就是Scope 等于什么 空的串列 OK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你要一个个放进去的话 那你在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他有个方法 叫很重要一个方法 叫Append 比如说我们 就是建了一个叫 Scope的一个串列 后面Append的 你就把后面的成绩 比如98分放进去 第二个 第三个 他就会怎么 一个一个帮你把成绩 放在这个中瓜谷里面 OK 不过你会觉得 比起来当然 比那个Sale来的不直觉 不过当然 如果用程式来说 一定要这样做 最后按负一之后的话 如果 输入负一的 为什么负一 因为其实这边 我是用一个Hile回圈 Hile什么呢 Hile当它 输入的那个 值是负一的话 那我就离开这个回圈 Break了 那顺便帮我把上面这几个 帮我做出 几个 计算 告诉我 我总共输入几个学生 四个学生 那我怎么知道几个学生 OK 第二个话呢 我要知道它的总分是多少 所以你要帮我把它全部加起来 平均多少 那特别注意 在Israel里面有Average 不过Python里面没有Average 那怎么办 总分除以几个人比较好 OK 然后取到小瑞第二位 那最高分的话呢 你一样用Max 在Python里面刚好也有Max 然后最小的就是Mini OK 那要怎么做呢 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 我就利用几个 去试试看好了 外面切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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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